现在想买一辆车成了一件最基本平常的事情 经济条件不好的可以买一辆便宜的 经济条件好的可以买一辆贵的 总之现在的汽车各种价位的都有 任君选择 不过一辆便宜的入门车型和售价更高的高档车型的区别 还是很明显的 一十万和三十万的车来说 开十万的车比开三十万的差在哪呢 虽然说汽车无论价格如何 总的来说 总的来说作用就是代步和通勤 但是在驾驶体验上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老司机说买车就好像是穿鞋子 名牌鞋穿肯定要比普通鞋穿的舒服很多 对于一些朋友来说 买一辆十万的车 主要用途是让自己平时更加的方便 只要耐用省油 有一些基本的配置 足够代步用就行 也没有太大的要求 可是要知道 毕竟价格摆在那里 像性能和配置方面是不够优秀的 一般来说 十万的汽车搭载的都是一点5T 或者一点6升的发动机 就算汽车其他方面配置再好 这样的发动机 注定动力方面不会好 这样的直白说法也让人杀心 而三十万的汽车就不一样了 不但搭载的动力系统要好得多 配置上面也是十万车型不能比的 只要一上手就会明显感受 两种不同价格车型之间的区别 动力表现有明显区别 而且在乘车体验上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相比于十万车型来说 三十万的汽车内饰会使用更加好的材质 特别是座椅的用料会有很大的区别 不论是做工还是质感都会提高乘车体验 而且价格不一样 底盘和悬挂结构也是不一样的 这直接关系到了乘车体验 三十万的车型使用了底盘和悬架结构 会比十万的好太多 稳定性和操控性也会有很大的区别 在同样路况不好的路段 三十万的车型就会觉得没那么颠簸 而十万的车型就不一样了 会让你明显感觉到路面的颠簸感 底盘的技术是拉开汽车价格差距最大的因素 这个部分能评论是拉开汽车的 背景放射车体验 接着这部分不能这样的 稳定性的打开汽车